大姐到后的第三天是她的生日 为祝贺她生日摆了三大桌 大姐说想请几位客人 爸就请了几位近亲 包括五位表姐 那天晚上足有三十人 十人一桌 爸、大姐、大姐夫 五位表姐、五哥、四姐、五姐坐一桌 妈和孩子们坐在一桌 整个晚宴只听大姐一人在说 爸和表姐们偶尔插上两句 大姐显得特别高兴 其实她真的很快活 晚饭后 我跟着大姐到客厅去吃茶点水果 孩子们大都睡了 妈下午让我打了个盹 所以我不困 你看我们家多热闹 大姐对姐夫说 孩子这么多 哪儿都能听到欢声笑语 你家院子也挺大 可房子大多空着 一天到晚死气沉沉的 要那么大院子有什么用 大姐转向爸说 我常说 听小孩哭都比听大人说话舒服 他们毕竟单纯 无忧无虑 难怪祖宗把人丁视为第一红韵 冯表姐打断大姐的话头 说 我看不见得 中国人那么看重钱 可有多少父母 不得不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死掉 因为他们穷 所以说 养得起就多生 我们家有那么多孩子 只可惜没几个秃小子 闺女大了都得嫁出去 我这些妹妹们一结婚 家里也就冷清了 爸 六妈有个儿子留给了他妈 是真的吗 他说姥姥舍不得孩子走 他得待在姥姥家 爸说 他几岁了 大姐问 快六岁了 六妈回答 该上学了 大姐说 有钱人家的孩子 六岁该请先生教书了 你该让他今年就念书 跟你妈说说 明天就把他接来 就说 他大姐想见他 告诉你妈 六岁的孩子 该学四书五经了 爸 你是什么时候学的 我是六岁开始学的 爸说 你儿子也该这时候学 他得布你之后尘 我是他大姐 得帮帮他 我们尽快接他来 要不明儿早晨 下午就可以见奔先生了 晚上我们庆贺一下 你看怎么样 爸 明天我没事 你要是愿意 就把他接来 款宴 我看别麻烦了 爸说 怎么着也得意思意思 我记得论语中讲 有一次 子贡要把告继祖庙的活阳 弃之不用 子曰 次也 耳爱其羊 我爱其礼 孔子都讲行事 我们天生就是享乐的 久又能助兴 你说呢 大姐说 俗话说 当官的喂嘴 做贼的喂饱 五妈说 当然 可以说 活着就是为了吃饱肚子 大姐说 你脑子可真好使 要是在西洋 准能当个大思想家 冯表姐开玩笑说 我可不懂什么是思想家 没学过这词 不过我相信 他一定是了不起的人 熟知 人情世故 言归正传 明天怎么着 爸已经答应 摆一桌 就这样了 明天 记着来 为给爸省点钱 就不发帖子了 三妈坐在大姐旁边 一句话也不说 大姐突然注意到她 说 三妈 你能不能行行好 明天让厨子 多弄几个好菜 她最听你的话 你也会支持她 我向你担保 吃了饭就玩麻将 赌大点 把我男人的钱 都赢了去 我才高兴呢 她带了一大笔钱 正想存入银行 进去 可就出不来了 这可是你说的 三妈说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我要是赢不了 跟你没完 大家都笑了 五妈 你一定得来啊 我听说 你打得特好 想跟你学几招 过了明儿个 我就没事了 请你和我一起去看戏 这几天演什么戏呢 大姐说 你爱看戒东风吧 谭心培演的孔明 那可绝了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周瑜 是谁办的呀 一位表姐问 这不须明绝 二流戏子就行了 五妈说 下一出是谭心培的击鼓骂曹 可得看 那迷痕机智过人 赤身露体 边击鼓 边大骂曹操 真过瘾 就着还在北平 我得多看几处好戏 在别处可不像北平 想看戏都没地儿去 跟广州 我老想看戏 是吗 我记得我结婚前 老跟你一起去看戏 那些日子 可真叫人忘不了 大姐说 第二天 那个小男孩 从他姥姥家接来了 家里庆贺了一番 近亲还送给他 好多礼物 爸带着他 去见邦先生 他跪在地上 磕过头 就算拜师了 邦先生每天教他认字 可他对学习 一点兴趣没有 虽然大家伙 都说他六岁 可他看上去 就像有八九岁了 我听到过佣人 在背后嘀咕他 在孩子们中 他可算够笨的 经常走错门 像个愣头青 第三天早晨 我在妈屋里玩木偶 五妈在帮妈梳头 他们谈起昨天的事 这出戏演得可真不错 人人尽致 妈说 啰咕家伙都被齐了 就等绝儿入戏了 小六怎知道 大姐这么好说话 妈问 今年春天 小六进香拜观音的时候 碰到了大姐 当然老爷 早就去信提到小六 他俩很快就成了知心人 那傻小子长得跟他爸 他妈一点也不像 而且也不像六岁的 声音挺怪 跟个爷们似的 五妈说 昨天玩麻将 大姐还真帮三妈 从他男人那儿 赢了不少钱 妈说 反正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老爷是只羊 他们什么时候想拔都可以 五妈说 你知道 老爷昨天让大姐答应 帮他照看 他在广州城外的花园 五妈问 我什么也不知道 再说 我又不想去住那大花园 妈说 如果都像你似的无所谓 也就不会吵了 五妈说 我不明白有什么好吵的 男人一顿就吃两碗饭 晚上 当然只能占一房 妈说 这地方